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如果问人生里面最大的梦想是什么 你会怎么回答? 和鲁迪士尼曾经说过 你所想的事情同样可以做得到 一生人里面 你又有多少个梦想是否能够达成? 你又能够能够做到梦想中的自己呢? 才是逃避的作家崩溢的探偵 你真的喜欢吗? 我真的喜欢你 今天要讲的电影《比海还心》 是由著名的日本导演士之与和执道 亚暴欢、珍木洋子主演 故事讲述一个中年作家梁多 在家庭之中是一个失职的父亲 虽然想努力修补 但家人始终是离他而去 但就是一个月黑台风夜 他和家人被困在妈妈的家里 到底梁多和家人在这一晚里 会不会可以重拾救好? 梁多自己又会不会有所觉悟呢? 你会不会有所觉悟呢? 在家庭说完 在家庭说完 你的父亲 幸福的话 你会不会放任何事 我不是在手上的事 教你了,真是很重要的事 或者你會覺得日本電影的節奏比較慢 情節比較平淡 但說不定,正正是因為這種電影氣氛 才可以讓你真真正正反思導演所表達的事情 如果說到最著名的日本導演 相信你同學都會想到他 黑澤明 有人說過黑澤明就像電影界的貝多芬 他所營造的畫面有很強烈的個人風格 黑澤明擅長利用畫面的動態吸引視角 不單是人,甚至風、火雨都允許掌控 如果要營造一個閃電的效果 你會怎樣做? 黑澤明就很聰明的 將其中一格菲林變白 一閃過就好像閃電畫破長空 不到你不服 的確是最惑期待的導演 嘩